好 很高兴欢迎各位 今天在本王中又初奉来参加法会 我也知道这个时候是欧洲的放假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谢谢您在本王中来参加这个法会 然后今天我会首先带大家各位念 同行行愿品 请各位打开讲义第二页 给看幻灯片 华言三圣 很多人都会问我 师父 我们家里可能有不太顺利 有人得了忧郁症或又有人生病 那对他怎么办 我公开回答吧 第一 请你为他点灯 在寺庙点灯也可以 在家里点灯也可以 至于点灯的仪式跟意义内容 我们一定会介绍 第二个就是请他为他念普贤其愿品 请看第二页到第七页 这是为了讲经而编的也只有十八愿王 那这十八愿王是非常精神的 我建议你可以念三遍或是七遍 真正完整的普贤行愿品寄送呢 我这次附上的德文本也注明了出处 是从第七页到三十二页全部的德文 在座所有的佛友可能中文跟德文会比较熟悉 如果你要英文本的话 你也可以上网 披应中音对照普贤行愿品 那简单说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寄送什么好处呢 他有无量语编的功德 请看看到第二页 释迦莫尼佛来了这个人间 昨天大家看到了佛提加业的董片 他在还没有为吴比丘说访之前 他实施在定中 用了二十一天为了过去现在未来 净虚空片坊界一切的道路上 跟十方的诸佛 跟无量恒合杀术的修行人讲大方广博华严经 所以在中国里面呢 认为华严经是经中之王 他有无量语编的功德 若各位有兴趣 可以看第一页商业经测的网站 你可以常在听书我讲解 然后那简单的说 他有三个功德 第一个 颤主你无量级的恶业 就像镜子 我们的心上面有很多的灰尘 无量节的贪嗔痴的烦恼的习性 你常常会问念哪一部经功德最大 其实每一部经功德都最大 但是假如要以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法是不生不念的 但是以众生缘起的功德来讲 华严经功德最大 法华经功德也大 华严经功德也很大 所以念这部经可以掺除最快速的恶业 积聚广大的福德资粮 甚至呢 在我们中国的习俗里面 在晚上蒙山诗时出家人 只要念了一首华严经的基颂 叫若人欲两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性 一切为经造 你只要念这个基颂念三遍 地狱就会裂开 而是可以度无量的众生 那凭什么力量呢 凭佛的微神力 凭法的功德力 还有凭你自己的前进心的前进心的力量 待会会介绍佛力法力跟自力 所以第一个 灿除无量节的恶业 包含你有很多的cancer 或是很多的障碍 身体不圆满 或是家庭工作很多的障碍 普贤行验品是最为殊胜的 我个人呢 每天你都念 我到现在已经念了五千多遍了 在商业经济的学生 我是要要求念三千遍的 德国布莱美跟汉堡学佛会 我还没有给你功课 会完再说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会发广大的怨心 三财宗子五十三餐 今天会讲佛体心 在大乘跟金刚乘 你要发愿广度无量的众生 第一个要有佛体心 而所有的佛体心结合呢 归纳最大伟大的就是呢 普贤十大怨 一直离近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到最后普皆回向 所以三财宗子五十三餐 最后他问普贤菩萨 若我要快速成佛 要修什么法 答案 修普贤十大怨 就是普贤心愿品 更殊胜的说 这个普贤十愿品 不但是我们大乘要念金刚乘 要修七支供养 其实就是普贤十大怨的容缩 所以在这几年最贵的 第十七世纲 乃至一个红白黄华四大教会的佛教首领 在佛体家也念普贤心愿品 就是从第七页 各位可以翻开 第七页一直呢 念到第三十二页 那所有的僧众一直重复的repeat的念 这个寄送在中文本跟藏文本里面 有一点点的出入 不过那没有大的差碍 然后呢 这全部要念满多少 十万遍 在七天到十天之间 所有三千位到五千位的僧众 总数要念满十万遍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功德力 成为所有祈愿中之王 第三个 念古贤心愿品 一定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民国时代 大家知道 中国佛教里面伟大的弘一大师 我今天也会介绍到他 或是明天会介绍 他每天就是念华言三品 对不对 他中年出家 各位都知道 他是风流抵荡的才子 在世间他的声望很高 可是呢 在佛门里面呢 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谓的一代高僧 清高亮节 十戒经验的高僧 他每天念什么 念华言三品 就是这个佛贤心愿品 念到他最后呢 欲知实至 而可以求生西方极乐境语 所以简单归纳说 念佛贤心愿品有什么好处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若归纳起来 可会有三个功德至少 第一个 灿土无量节的恶业 第二 发广大的菩提心 行武贤十大愿 第三个 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希望各位 这次法会结束 我知道 住在德国的华人 其实也非常的忙 反正永远忙 都忙不完的事 那希望你可以从第二页 一直呢 念到第七页 至少要念三遍 那待会儿 请看第二页 因为我们第一次念 请看第七行 华言会上佛菩萨 这个三声请你合掌 接下来就放掌 听沐鱼的声音 当沐鱼的速度 越来越快的时候 请你就跟着速度念 然后一直念 然后一直念 念到第六页 最后一行 郎佛大恨普行菩萨 本来就是要用唱的 但是呢 我们因为要演讲 不能占太多的时间 所以念三遍 接下来念第七页的 往生神咒 念三遍 然后就圆满了 好 请合掌 一遍 有什么故事 如何 莫花言悲伤 佛福才作用事 世间中参识 一切人识 自我已清净身于一切片 已经无语不现 满愿为胜利 无语不现 一切入来间 一生不见诈尘身 一遍离诈尘 多余一珍珠 尘出佛歌诸菩萨终归终 无尽化解尘 依然神行诸佛 皆从满歌一切音声 还无语不出今了夜 自尽于未来一切片 残佛神神功德 爱一珠最深 满旗里悦不相继 散开如十日最深专业 至我已公养主 爱最深专业 至我已公养主 爱我已公养主 爱我已公养主 至我已公养主 爱我已公养主 至我已公养主 爱我已公养主 至从尘与一致 所生一切莫及 皆惭愧 世荒一切诸咒 生怕尽抦结极不足 全以前不来与妇 佛萨所有功德 戒随其十铆 佛萨所有功德 戒随其十奔所有 佛誓全世界灯 世荒等 醉出神救无敌 折过尽一切借全心 转于无上妙化尊 诸佛卓于是天 谈过昔是尘儿圆寂 为愿求诸茶尘 借礼乐意借主众生 所有礼赞供养 父亲佛主师传华吞 随其参为主传灯 为相众生 寄过道远将一次 神宫的微笑无上真话 借心向佛法寄 曾借耳敌冬 赞美因主师估量功德 爱我今夜喜今回向所有众生 神宫的神头一切火谈法 我花灯主师一切如也 掌心皆消灭尽无欲 天面之周欲化解 光顾众生皆无退 乃至虚空世界 偿尽多竞尽无欲 天面之后一切如也 众生皆无欲 阿阿яд 佛强 佛强 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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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阿弥陀佛 达去阿弥陀佛 敛南博彈 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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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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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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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RIAN 唉 algebra 533啊 枫 formed in land 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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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欢 佛 8 欣复 喀佛 的 玉 trembled Shout out to you 阿啡哲 Woody 阿啡哲 valuation 阿啡哲 Synd Configurika gebenAPP 阿啡哲 telling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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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各位第一次念 念得很重要 假如你自己用功的话呢 你不用唱也可以 然后你就像读汉文一样 这样虔诚地念 也是会得到量的功德 各位大家 第二天 大家好 我们复习一下昨天讲的内容 昨天讲了非常多的内容 从人的身心灵一直讲到 为什么我们需要宗教 然后讲到佛教分三大的体系 先复习一下 就说宗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功用的 因为它可以解决我们生老病死轮回的问题 学习国法 不管你学各宗各派 你第一个要常常想 我生从何来 死的时候你要去哪里 你能决定吗 终于我们看到欧洲全世界有很多 尤其是欧洲人 其实是很有福报 我可以真心地跟师父各位分享 师父来欧洲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欧洲的人 过去都是很有福报的 而且很多人是从天上摆脱胎的 所以它十一住行都非常的好 所以有分为福报有分两种 一种叫世间的福报 第二个叫初世间的福报 所以初世间的福报就是你食衣住行 人员工作一切都很好 但是你会发觉你的心中的烦恼 不一定会解决 初世间的福报是什么呢 是你真正学习佛法有良师 必有的好环境 第一种人 他是世间吃喝玩乐的福报很大 可是真正学习佛法 他没有老师 也没有同餐到有 他很孤单 第二种呢 就是人呢 是世间他衣食已经够了就好 并不很富裕 可是他在学习佛法的善缘 良师亦有好环境 因为他多生多结累积的功德啊 他非常多好多老师教他 或者很多好的同餐善知识 第三种比较差的呢 是什么呢 世间也没有福报 初世间也没有福报 那两个都很苦 第四个最好的是世间有福报 初世间也所求如愿 所以你要想 人生是很像孤独的一艘 是很像孤传啊 回忆一下 昨天讲生老病死 出生的时候是王八 老的时候呢 你的同伴在一起 是你的福气 最后呢 你的病的时候 你很痛苦 最后死亡的时候 你要面对自己 要去哪里 所以 这是佛教伟大的地方 佛教不是只有做慈善事业 我常常听到人家讲 他心好就好 其实讲这些 你只是做人 你还会轮回的 你还会受苦的 释迦牟尼佛兰 不是只是心好就好 他要懂得出离心 懂得大悲心 懂得菩提心 懂得行菩萨道 所以你可以写下来 我今天想说 今天的主题的开场 来人间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一 学义佛法 二 行菩萨道 因为在地狱恶鬼出生 你是没办法学佛法的 请问你看过狗 会念佛前期愿品的吗 你看过猫 会布施吗 不会的 当你做地狱恶鬼出生的时候 你只会受苦 你只是繁殖跟生存 繁殖跟生存 当你已经投胎转世的时候 你过去的事情 你又忘记了 所以来人间殊胜的是什么 因为山善道里面 有佛菩萨千环一化身 来人间有善知识 你可以学习佛法 第二个 因为你是人 所以你具足过去的 善根福的因缘 你有各种物质跟精神 看得到跟看不到的各种条件 所以你在人间 可以行六度波罗蜜 所以我常常觉得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人最殊胜的地方就是 皈依了三宝 你可以学习佛法 还有你可以行菩萨道 当然 每一人都很好 在家出家都很好 那就要看你 这一生想要换什么 第二个问题接下来 请问你 这辈子你要换什么 有人换明 有人换力 有人换人员 有人换吃喝为乐 请问你活着这一生 我们就是从抢 然后就像在座有几个小朋友 妈妈背帮忙 妈妈教育长大 读书 然后呢 将来结婚生子 找到工作 买房子 成家立业 请问你在生命当中呢 你经历了过酸甜苦辣 请问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 这一生你换什么 有人换名声 各位可以看到 Politics 政治 全世界的人 古墓百官 王公贵族 都很喜欢好名 每天呢 就像shake a hand 一夜夜拍照 然后每天都在开会开会 其实他只是想出名而批 第二个 有人呢 一辈子呢 就拼命赚钱 赚干净的钱 你赚不干净的钱 有赚呢 符合良心跟道德的钱 有些也赚呢 不符合良心道德的钱 就是拼命赚钱 我曾经问过台湾的年轻人 我说 你觉得这一生最重要是什么 他说师父 钱 然后还念了一句 我妈妈常喜欢念的 钱不是万能 没钱万万分 没有错 Many is just part of your life Walking is just part of your life 钱是你生命一部分 可是你会发现 当你用尽所有的生命 赚钱的时候 你失去了更多 你知道吗 不是现在只有德国 经济不紧急 全世界经济都不紧急 台湾现在年轻人呢 都要做两个工作 礼拜一到礼拜五 做完礼拜天 礼拜天 还要做另外一个工作 他在能活 礼拜一到礼拜五 可能是很高 薪水也不很高 礼拜六礼拜天到哪里 Supermarket 大卖场 帮忙推东西 薪水很低 所以我发现 现在的年轻人 用尽了所有的生命 就在赚钱 等到那的时候呢 反过来 用所有的钱 在买你的命啊 是不是呢 当你爸爸妈妈 得了癌症或生病的时候 你都问医生说 没问题 医生 你尽你的权利 对不对 想进帮忙 我都希望我的爸爸妈妈 交人多过一天 所以用所有的钱 来拍你的生命 这是第一个 有人为了一生换名 有人换令 有人换人缘 这辈子呢 到处在一家广角上 走到哪里人缘非常的好 他辈子最大的福报就是人缘 因为有人缘 因为有人缘就拥有了一切 第四种 他觉得人生 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人 觉得人生叫什么 Enjoy your life as much as you can 尽量的享受你的生命 享受生命呢 就是吃喝玩乐 可是很不幸的是 在吃喝玩乐的过程当中 他就做了 沙道淫妄酒 造成佛乐业 所以你要想想 我们佛教徒 我们用生命来学做什么 你换什么呢 当然你应该来换行菩萨道 当然你可能会说 师父你是出家人 你讲得很好啊 我们在家里来 还有一口财米油盐酱 你不要忘了 我也当过在家人啊 我也当过在家的老师啊 所以你们的心情我也了解 你应该说 在家让你一十五千 那些彩米油盐酱醋茶 让你家庭 事业 一切合乐以后 做什么 学习佛法 行菩萨道 帮助别人 那你这一生就会很有意义 也因为你在风干 累积了很多的福德因缘 在世间的角度 你们家就会健康 和乐 平安 长寿 所以世间跟初世间 它是相互影响的 接下来我们今天请 昨天讲了六度波罗蜜 请各位看五十九页的讲义 昨天介绍了三传教法 就是佛教有南传 北传 藏传 三传教法 请翻开五十九页 今天要介绍六度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 我们请看第五十九页第十三 是在大乘佛法跟金刚乘佛法里面 最为殊胜的教法 简单的说 发菩提心 利益无量的众生 而究竟成佛 所以请看幻灯片 昨天介绍三层教法 六度波罗蜜 是在第二层系统 北传佛教 跟第三的金刚乘佛教才会讲 在南传他不讲 他是介绍四圣地跟十二因缘 南也有持戒 也有禅定 也有告诉你要行善和布施 可是南传 并没有讲六度波罗蜜 这是先提醒各位 复习一下 释迦牟尼佛在行界千佛成佛 那你可以看到南传佛教教授四圣地 佛是长这个样子的 在背传 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 佛是有无量的天龙巴布 跟大菩萨围绕的 而在藏传 佛呢 是呢 像这样 有地势天跟大半天 然后呢 用了白色的法罗 金色的法文 来请佛转法文 所以你看 同样是释迦牟尼佛 可是因为中间叶圆所看到的不同 南传北传藏传 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是不一样的 因此你看到全世界的寺庙 到南传佛教的雕像就不一样 那大秤也不一样 金刚秤也不一样 好 接下来讲我们的念头 昨天说我们训练念头 要训练你的身口音 念头像水滴一路大海 我们的心变化一向呢 初一到十五五 琴时多云候正与变化万千的月亮 我们的心呢 当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呢 你也像万马奔腾的九寨沟的瀑布 所以假如我们的心 不透过六度波罗蜜来讲 你自己的话 你心中是没办法放出智慧波尔的光芒 就像清净的莲花 所以佛教常常以莲花 表示因果同时 莲花也是六度波罗蜜的象征 好 那今天我讲下面一个重点 请看第七 就是破叶文物 重庆大智书窟 刚才我们要讲 在六道轮回里面呢 中间有一个佛 代表是一个佛性 所以佛教认为 这种是狗跟猫 它也是六道众生而去投胎的 猫跟狗它有佛性 各位看过很多放生感应故事里面说 那鸡啊 或是牛被杀的时候 它也都会点泪的 当佛法越兴盛的时候啊 科学越进步的时候 可以印证佛法很多很先进的理论 那在上面是三三道 天上 人间 阿修罗 下面是地狱 恶鬼畜生 代表六道的众生 不管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就像六度空间一样 我们也在天上住过 我们也在人间呆过 我们其实也到 并遇恶鬼畜生 受不过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而所有的众生呢 就像无量无边的大海一般 你看 当佛教讲众生 就是众云和合和生 你看大海里有多少的语言 可是呢 平常很少去思考 举一个例子 古人啊 钓鱼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中国人呢 钓鱼的时候 一天最多也是钓三十条 或五十条 那以前呢 鲁鱼的人呢 最多也是钓两三百条 可是我真的上网查过 你知道吗 现在师父跟你讲话 全世界的seafood 杀了多少众生吗 三亿到五亿的众生吗 一天 大家都喜欢吃seafood 当然我不一定说你要吃素 师父只是讲经济不要介意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为什么众生灾难很多 像今年 对不对 年初也发生核子 核爆 还有海啸 我们都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 从佛教的理论来讲 外在的环境是有内心影响的 那内心影响里面呢 尤其是我们贪嗔的恶念很多 所以他们引得天灾一个人火 这并不是上帝审判你 也不是佛菩萨恶拜你 对不对 当然我也曾经看过 有些朋友送给我们说 当日本发生力争跟核爆的时候 他说日本人是最喜欢吃sushi 其实日本人最喜欢吃鱼 你看过吗 日本在海边一大清少 对了鱼翅 砍了三千到五千的 这个鲨鱼的鱼翅 雪不灵的 然后用这样的图片对比 往后一直说 我说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不但没有雪中送炭 你反而是火上加的火 对不对 可是我们人类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去思考 当我们很幸运的时候 我非常幸运 好 我反过你一句话 Do you know where did the luck come from 你知道幸运从哪里来吗 其实很少人去想 佛法讲一切都有因缘果报的 对不对 不会呢 无缘无故而得到的 但是我们在西方 就会说 Oh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very lucky You are very fortunate 你很幸运 你很 就是很幸运的 不管是中奖或幸运得到奖金 或是能得到好的工作 其实佛教认为 幸运也是你过去生努力 而今生努力得来的 好 所以昨天讲 我们众生很苦 第一个非常的情绪化 very critical emotional 第二个非常挑剔 very critical 第三个常常负面思考 negative thinking 所以众生更需要宗教生命 众生更需要精神生命 若没有的话 他持生活的很好 各位也知道 在我现在跟你讲话的同时 十二号 伦敦的奥运就圆满了 你知道 在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疯狂 七十亿人口 将近有三十五亿人口 每天全部都在看奥运 的同时 在中亚 伊拉克 叙利亚跟埃及 还是有不断的战争发生 在同个时空里面 地球就有天堂与地狱 就有性跟不性同时发生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 可能我们看新闻的 看一看 感动一下 关掉了 It's not my business 你就去睡觉了 是不是呢 所以 好 今天要讲一下 第一个 霍运口 可以讲 请抄下 我们轮回就是按照这三个文字 迷惑 造业 受苦 迷惑 造业 受苦 对不起 这不再讲一下 这个事实上我是在都市道府讲经有讲的 翻给各位 OK 请翻开四十六页 四十六页第十九行 就有招 而且又打上一文 霍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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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都市道府讲 当郭巴大使司法的时候有讲 好 你要操也可以 好 我有换成片 那 其实我今天在德国文法呢 这三场的演讲是连续的 各位不要坚毅 没关系 到时候你可以听到另外的DVD全程录影 好 请专心听 我们这种声音就是迷惑 造业和受苦 尤其是造业 我们呢 像刚才我们念古行行愿品 我们也造业啊 造什么 造善业 诵经发愿 乃至于明天的点灯 你看小朋友当回来的时候 话把我妈第一个都问 嘿 小朋友 你今天有没有独有homework 作业嘛 我们每天也在造业啊 可是这业有善业 有恶业 有清净业 有不清净业 第二 我们造了恶业的时候 会受苦 比如说你伤害别人 你之后呢 就会关到警察 你过去是杀生很多 那你呀 这辈子病女就很多 你过去是到善业 常常故事很多 你这辈子呢 就不用受苦 你就得到大富大贵 其实佛都说 这个不是佛菩萨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努力的 可是我们反复在看 受苦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甘心的 人家欺负我 我就避压还压 对不对 有时候呢 当人家欺负你的时候 你一定呢 袖子捡起来 老娘啊 绝对跟他拼了 此仇报废君子啊 其实你也没想清楚 什么是君子嘛 我们常常怀疑很多 顺口流 你知道吗 常常我们念一些呢 理由 就像自己有的理由 到台阶下 可是我们很少想一想 什么叫做此仇报废君子 请问君子是什么呢 哪几种的君子 所以一般我们中生 在受苦的时候 人家欺负我们 欺负我们 讲我们是非的时候 我们都是异牙 绑牙 所以你心中就更迷惑 迷惑的结果呢 你就继续造恶业 造了恶业 就受苦 受苦就迷惑 所以轮回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佛陀说 这一身你的相好装点 你的相貌才华能力 其实都是你修来的 然后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边就遇到的 哎呀我的命很苦啊 大家都很喜欢看台湾的 从来寡语对不对 我的歌唱戏 或是连续记 台湾呢 什么叫做有名的连续记呢 就是呢 哭的越多 骂的越小掰 那收视率就很高 那大家会发觉 好 就拍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很苦 你过去造过很复杂的恶业 在没有讲证之前 我鼓励你过去示范的一个例子 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大的福报 我从小有很好的爸爸妈妈教育 我从小学一年级 到博中 到高中 到诗专 到我读研究所 我都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教育 我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就说 你很幸运啊 你很好病啊 后来我遇到佛法 我才知道 原来呢 我多生多戒都是法师 我生生世世都不疲不愿 都教你 所以当我投胎的时候 在越许我学校读中文 或是读英文 物理化学或数学 都遇到是全校最好的老师教育 那难道别人不想要吗 不是 答案是自作自受 请写下来 佛教讲自作自受 举个例子 你看到非洲那么苦难的众生 感到哪一个愿意去脱胎做非洲的难民吗 答案不是 虽然他很可怜 各位也看过非洲 以教学来讲 不适合放这个片给你看 对不对 瘦如柴骨 瘦瘦干干的 肚子大大的像恶鬼一般 瘦如柴骨 答案呢 不是像人间的恶鬼吗 答案是他恶业 当然我们要怜悯他 我们请菩萨道也帮助他 可是你不改他的业 他来生还会瘦瘦的 那请问哪个人不喜欢当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儿子 威廉王子呢 对不对 世纪的婚礼 可是问题是你投胎不到他家 你过去没有修这样的福德姻缘 你是不会投胎的 所以佛陀里面曾经说 全世界什么都可以控制 有一个不能控制 就是谁来理想投胎 你无法决定的 那要决定你过去的 善与恶的业力 那请问 谁不想做 因果伦德威廉是王子呢 那也是他过去是 是生生世世修的 所以在三个轮里面 第一个先告诉我们 第二个 不要造恶业 不要造沙盗淫忘酒 所以在讲义里面呢 会告诉你 请看四十七页 第四行 要教你五戒十善 今天会讲 摄令一戒 不要生 不要做沙盗淫 口不要妄于两舌恶口其余 必不要贪嗔痴 四十七页第四行 靠住你 不要造恶业 要造善业 帮助缘 那简单讲 什么叫造恶业呢 伤害自己跟伤害众生 这就是恶业 乃至你喜欢讲八卦 讲是非 这个也是恶业 那尽量造出 帮助别人的善业 不管是慈善 教育文化 乃至到我知道 在德国 有很多有中文学校 讲老师 不管你有零薪水 跟没有零薪水 你都尽心尽力的去教别人 这个就是造好的业 第二个告诉你 遇到了苦怎么办 要忏悔 因为苦而发大悲心 举个例子 佛教徒 那当然佛菩萨保佑你 可是你很不幸的是 突然你得了癌症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拜了这么久 观世音菩萨 怎么观世音菩萨 没有保佑 有 他保佑你 可是你到了医院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受苦 治疗你的身体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医院里面 有人是断腿的 有人断手的 有人是植物人昏迷的 有人呢 他是没有家人照顾的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 哎呀我自己很幸运 虽然我受了苦 我来了医院 可是我看到中高的人 比我更苦 因为苦 而让你发愿 我将来病好的时候 我愿意做医疗志工 我愿意去光摆老神 因为苦你会发起大悲怨心 所以苦就很有意义 转苦为大悲心 可是世间一般人受苦的时候呢 是呢苦当中呢抱怨 然后就苦上降苦 接下来第三个 最难的是迷惑 解除你的迷惑 那你必须听伦佛法 常常有很多人会问我说 师父啊为什么呢 学伦都很短命啊 做坏事都很长命啊 当你讲这句话 表示你佛法很差 就好像河流一样 活活比喻 河流游到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你只看这一世 你没有看到过去跟未来 所以你必须学习佛法 才会准处你很多很多的疑惑 所以佛经有三藏十二部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录一各位 多年前吧 大概在1993年以前 我还没有出国 我来台湾长征医院奉法 那当时有很多医生跟护士 做了下一刻呢 在我们佛学会 他们就共修来听经 当时我为他们讲很多经论 最后一部经呢 我讲了九个月的复仙行愿品 全程有录影 有声音 现在他在我们的路上 当时有一个护士医护人员 那他呢就很虔诚 可是呢 他从年纪开始 他就单身 做佛学社的医工 然后很认真 然后呢 一直到阿弥陈心得了癌症 听说是乳癌吧 还是子宫颈癌 我没问他的隐私 他得了癌症 他们全家人就为他念大悲伤症 阿弥陈心得了癌症 不念则癌 一念了病了就开始乐化了 那这时候啊 他们佛友跟我讲 师父啊 他曾经听过你的经呢 好 他对你很有恭敬心 你可以去看他吗 我说好 我去看他 结果我就特别选了一天 然后搭了交通车 到城邓医院 我就见了他 那时候呢 他在江戌病房 然后他家人也悲伤 然后我请他们出去 我就见到他 见到他 然后我和讲 就放弦大呼 他第一句话问我 师父我这么虔诚 我年轻的时候就学佛 我也单身 我所有都奉献给众生 为什么我得了癌症呢 难道万一菩萨没有保佑我吗 我说当然万一菩萨有保佑你 因为保佑你 今天师父才来啊 你生病还会遇到出家人 是你的福报啊 然后我就问他 你相信万一菩萨吗 他说老师说 我现在心动摇的 我说对 因为你只看到今生 他说师父大悲众 不是一讲很大的功德吗 求长寿的长寿 求男孩的男孩 求女孩的女孩 结果呢 我们全家人一年大悲伤之后 我反而病情越恶化了 那我就跟他说 你来跟我做观想 我给他多开示 最后跟他讲 你跟我观想 假如你现在是万一菩萨 你看到这个人 女孩子在求你 应大悲伤中 你看的不是只有这一生 你一定是看过去 你现在与未来 你现在希望你活下来 可是你身体 所有的器官显现 都慢慢是恶化了 就像车子啊 你抱胎一样 没有汽油 轮胎也破了 灵界也换不到 那车子无法开了 可是你不甘心啊 你也舍不得要往前走啊 学佛信佛啊 信有深浅的 最后我们都说 假如你是观世音菩萨 你看到这个人 过去现在未来 虽然你一直有三四十岁 你就断气了 可是你若来生投胎 就可以做出战 我们来生你投胎 可以变弯百官 王公贵主 去顾持佛法 或是你来生一投胎的时候 你可以去极乐世界 请问 你是观世音菩萨 你是要让他长寿呢 还是早一点投胎 都会回答我 对啊 后来他就微笑了 他说师父我听懂你要讲什么 因为我们人情固执 只看这一世 对不对 我都觉得 他没有保佑你 有 佛菩萨随时随地 就像蓄日动生的太阳一样 来忽念你 但他会选择对你最好的 最后给他讲理 做最好的准备 也最坏的打算 求婚世音菩萨 就去念大飞神咒 台湾有很多人是念大飞神咒 和大飞水 很多癌细胞都完全的消失的 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 那说你做最好的准备 也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是什么呢 你若活下来 温世音菩萨会帮你安排 若你生命结束的话 那你就放下 往前走 求生极的世界 所以你终于知道 法的力量很重要 接下来 跟他开始完以后 我就回到台北 听说他一个礼拜 当师父出来以后 当然我也给他家人鼓励 鼓励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告诉他们做最好的准备 就叫了爸爸妈妈跟兄弟姐妹来 他就讲他的遗嘱了 他就一直念了 七天以后 他就坐着 笑着就往生了 这就是要 你要知道 佛菩萨看过去 现在与未来 我们的眼光常常只看到今生而离 好 请看下面 我们先看看 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叫南瞻乎洲 南瞻乎洲 最上面呢 是弥勒菩萨所住的 旁边 我们所住的地球 往上以佛教来讲 28层天 每一层天 往横的算 有33天 然后33乘以28 所以天上是有很多的天众 那第一层天呢 是四大天王 他应该有四面 后面一个没有画 就是我们讲佛教的四大天王 传统的大乘佛教 一进山门 就有弥勒菩萨的四大天王 这是我们住的南瞻乎洲 我们这个世界 那你可以看到有六道轮回图 那六道轮回图里面呢 后面那个很凶的看起来像鬼 其实那个是我们的evil 我们的我质 那在六道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 六道众生里 老实说是没有佛菩萨 因为佛菩萨是住在佛的净土里 他不需要住六道空间 那你可以看到六道里面呢 每一道都有一个佛 为什么 是他的大悲愿心 进入这个世界去救我们众生的 请看天道 山上道 天上 是绵乐菩萨 左边是人间 右边叫阿修罗 阿修罗就是战神 他福报很大 可是他过去是也故事 也做慈善事业 可是脾气非常坏 所以有福报 但功德很大 他喜欢跟人家好斗 所以他喜欢战争 阿修罗常常会唱天上的美女 因为阿修罗本身是男众多 长得很丑 可是他要太太嘛 他会去讲天人的天女 天上的美女是很美 所以他就会跟天人大仗 阿修罗常常跟天人大仗 所以天人定时间跟大汉天王 就求佛说 那我们怎么保护自己 佛就叫他念 摩哥波尔波罗密经 念心经 念 波尔经跟心经的功德力 就大退了阿修罗 接下来再看三恶道 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 我还有细组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三个道里 以我们人间的能量来讲 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谁呢 其实是畜生道 所以我们看得到有鸡 鸭 还有猴 猫 猫 还有猫 那是因为 他们的磁场能量跟我们比较近 各位如果看过解剖学的话 其实猪的内脏跟我们人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猪也是人头胎的 不像基督教说的 动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 佛教认同 因为动物也是人头胎的 下面就有恶鬼 下面是地狱道 所以中原七月会 送地藏经有超度访问 左边是恶鬼道 各位可以看到 恶鬼道里面 这两个佛菩萨的中间 有看到吗 观世音菩萨 撒官路 前面有几个恶鬼 那几个恶鬼 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谁啊 过去是佛教徒啊 过去是虽然做佛教徒 可是名利的心啊 他还是放不下 违反了因果 不论在家度家 动过恶鬼道 但他过去是拜过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有神通 所以他要 观世音菩萨来救度他 佛是不能度无缘的众神的 接下来你看畜生道 畜生道的目的呢 就是生存与繁殖 那畜生活的最怕是呢 被宰杀 对不对 所以佛教 尤其是道理佛教 北传佛教 为什么提倡吃素 他有他的理由 待会我们后面会讲 不要伤害众神 可是南传佛教 跟藏传佛教 是没有吃素的 在他有不同的体系 所以畜生 对不对 畜生呢 里面你可以啊 有座狮子的 也有座鹿的 也有座鹿的 也有座蚊子的 也有蚂蛤的 所以每一个的夜里面是不同的 所以我常常说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都是云云众生啊 接下来你看天道 天上里面就有弥勒菩萨 在我们这个世界 有弥勒菩萨我们说法 但是你要必须要 能够要见到弥勒菩萨 所以这张图 就没了菩萨呢 他谈乐器 用乐器为众生讲经说法 接下来看六道龙回 所以告诉你六道龙回里面啊 纵使你看到狗跟猫啊 它是有佛性的 就一个例子 这么阿罗汉国的人有神通 他可以看到过去现在回来 假如你现在看到你的医生养个狗 或猫 是你过去的爸爸跟妈妈 那你一定会梦着大哭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神通一定很好 神通看到太多东西也不太好的 那假如你现在看厨房里的蟑螂 比如说我看到蟑螂 我在写密有人观音话 那里面最喜欢用这个例子 请问你看到蟑螂的时候 你本音是什么 不一定打死 那假如你现在是阿罗汉 看到了蟑螂是你的妈妈 你一定放声大哭 把她捅回来 买个笼子 今天想妈 你怎么这么可怜 造了恶业啊 你一定买最好的东西啊 去喂她的 问题我们看不到 而我们看到蟑螂 第一个想法 以人的角度觉得 蟑螂蟑螂 细菌啊 那是你很自私的想法 六道的众生 都是你的父母啊 都是你的亲朋好友啊 我还有听过一种老菩萨 看到了蟑螂的时候 他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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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结了十点吗 你确定他接着去了吗 所以杀身 不一定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当你了解这六道理论的时候 你就会升起慈悲心 所以请写下来 什么叫慈悲 看一切的众生就像你家人 这真正是修慈悲法 的开始 因为我们一般人呢 对自己的孩子分不关心 别人的孩子 哎呀 It's not my business 那不但是对华人慈悲 对德国人慈悲 对越南人慈悲 对印度人慈悲 对一切的众生都慈悲 那才要大慈大悲 你不是外观之音佛上吗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去检查我们的心量 接下来看 六道众生 贪成痴 对不对 贪是鸡 你看大家看这乡下的鸡吧 在德国什么都看不到 就Supermarket的有 sorry 在乡下里面看到鸡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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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么都吃 鸡代表贪 蛇 特别真心 所以各位人又要写下来 不要脾气那么坏 改脾气 不然来生理会脱胎 变大脑蛇的 这是真的 师父不是像 这是真的 有很多很多的 你上网可以提印前世今生 因果六道轮回的故事里面 都有很多的例子产生的 所以撑青是蛇代表 猪是代表鱼吃 因为猪就是每天吃饱 睡饱时被人家斩杀 所以贪嗔吃 左边白色的代表山山道 右边恶的叫三恶道 所以你看 十法界都一切为心臟 你若修行 对不对 你可以 你看右边是人 人间有富贵的人 贫穷的人 有残废的人 在网上是阿罗法 在上面是菩萨 在上面是佛 所以六十法界都是从哪里 从你的心所显现的 但是世间的学问 并没有教你这些 这是佛法伟大的地方 世间最多只是心理学 告诉你心好就好 心好就好 你来生只是做人而已 你还是富贵受苦的 接下来你看 十法界都不离开你一念的心 对不对 所以佛法讲一切为心造马 你要好去体会这文化 霍业苦 霍业苦 轮回就是这样而来的 所以你命好 其实不要太高兴 你应该苦力自己 这是我修来的 你命不好 也不要难过 你要忏悔 使我过去当中 愚痴所造成的 请看 你为什么会造业 因为你的心不安 你说了苦呢 你还会抱怨 然后呢 你总觉得佛菩萨没有保佑你 是你对三宝的信心不坚定 佛在佛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佛弟子 是从外道回来跟佛出家的 他本来学印度教或席克教 那佛灭度以后呢 也有佛教徒呢 变成外道徒 其实我们在轮回里面 我们接触过很多宗教 第三 迷惑 你为什么会迷惑呢 遇到佛法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会退道心呢 是因为你心中对正法 并不太了解 都喜欢这样 道听徒说 所以 你会有过夜苦 接下来 心里不安 是内因 外呢 心里有性情不坚定 是内缘 外又不了解正法 当然最后 你智慧就不会有成就 你就没有结果 因此 天上的绵了菩萨 也现在还在讲经说法 但是你必须要有缘 才会碰到的他 尤其在一贯道 天道 或民间宗教 都会卖古代佛上 很好 可是问题我要提醒你 虽然是天道 但是他脑筋里啊 不一定是正知正见 举个例子 我爸爸也是一贯道 他也在大非洲 他也念古门品 他也拜万世音菩萨 但他满脑子 是一贯道思想 所以不见得说 你念古门品 你就是佛教徒啊 是你要有正知正见 八正道 八正道 具足你才是佛教徒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我要特别提醒你 并不代表说 你上午西当拜拜了 你就是佛教徒 不见得 你若没有正知正见的话呢 好 各位八正道 请环开四十七页 第七号 请灯开亮一点点 好吗 好 谢谢 一点点 因为大家看得到讲义 OK Thank you 谢谢 八正道 要正见正雨正命正业正精进 才正定与正念 所以我们大乘讲戒定会 可是南传教八正道 是先要有正见第一 所以要先学佛法 叫做智慧 有了智慧 你才知道什么叫实戒 如法佛不如法 最后让你真正超越你烦恼 禅定不重要 所以南传教教徒 没有一个不学他做的 那可是道的大乘 我们讲戒定会 是出自于哪里呢 是出自于楞典经 可是南传八正道的这个结构啊 是慧 戒定 是不一样的 提醒各位 好 请看幻灯片 米勒菩萨 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才会进来这个地球 他现在在天上 叫十地交交迪勒 这是云高石窟里面的造型 只有十地菩萨会有这个功德 而真正的米勒菩萨应该讲的这样 请看新加坡佛亚寺 非常庄严 暴身佛的造型 米勒菩萨 而我们现在看的呢 不管天道 或是台湾呢 喜欢的布袋的地方 肚子大大 有没有 一叫化身佛 米勒菩萨常常有一句话 我有一布袋 虚空无挂半 展开片石花 收拾观自在 真正的米勒菩萨 是应该讲这样 唐朝造型 头戴宝怪 非常像宝中原 十地的法云地菩萨 因为十一地就成佛了 有些经论说要十二地跟十三地 那没关系 那是经论的说法不同 十地菩萨 就是当来下身的一身补助菩萨 你可以看到 米勒菩萨也有两位邪士 当米勒菩萨成佛的一佛二菩萨 就是他的净土 就是他的净土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菩提心 然后我们待会就休息 好 再翻轨到讲第五十九页 六度菩萨毕 我们刚才讲 发菩提心五十九页 到第十四行 发菩提心利益无量的众生 只把发菩提心画起来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三天也讲过是很精彩 假如你什么都忘了 请你记住这一段 为什么呢 若你记住这一段的话 来一身一定会还继续做人 甚至会伤到天上 因为菩提心有无量的功德 可是我却观察到很多的佛教 南传佛教先不用说 北传跟藏传 有很多人念了一辈子经 念了很多佛做了很多功德 你问他什么是菩提心 他都拿不出来 佛徒说如果你不了解菩提心的话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就像举个例子 你现在说晚上我要煮饭 晚上要会课 对不对 你家里怎么拿电锅 你冲冲嘛 结果呢你要煮饭 结果呢 你拿错东西了 你拿的不是米 是拿外面的沙 他放在电锅里煮 然后呢过了两三个小时 Oh welcome I prepared everything 大家好 结果一看 电锅打开 我饭没煮熟 为什么 你刚才心太乱了 你没有拿到米 你是拿到沙子 放到电锅去煮的 佛陀在任联经里面 用这个比喻就说 没有真正了解菩提心啊 就像把沙子拿到电锅煮 虽然你很认真很认真 数百千万一截啊 还是数不出你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开始就拿错了 所以菩提心很重要 菩提心叫Bodhichita 翻译英文的Mind of Enlightenment 菩提心有两个重点 第一发愿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第二个愿度一切的众生 都成就无上的佛果 那请问一切的众生 这里讲一切的众生 包含过去 现在 未来 包含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我都发愿了 要让他离苦得乐啊 这才是佛教伟大的地方 在这边我知道 德国应该有莱银河的 莱银河里面你仔细看 有很多小小的鱼耶 你要连那些众生都发愿 这是不容易的 最具体的是谁呢 佛教里面 大悲观之音菩萨 我念一个观 普门品给你听 众生被问恶 无量苦逼生 观音妙之力 能救世间苦 你看观世音菩萨 管一贯道道教 佛教徒 民间宗教 只要你想到观世音菩萨 或念观世音菩萨 你念他的时候他就救你 他不会说 你是一贯道徒 等一下你去归一完 你再来救你 对 他是平等的大悲心 第二条句说 具足神通力 还有神通 广修智方便 智慧跟善想方便 具足神通力 广修智方便 十方诸国度 无畅无限生 你看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么了不起 我现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努力 我在新加坡有个联友 他叫Darren 我不介意他讲这个故事 也希望讲这个故事 他爸爸跟妈妈 会升起功德 很不幸他爸爸得到植物人 就是将萎缩已经九年了 他的妈妈照顾他 他大概三五年前认识我 然后成为新加坡的干部 很认真 也到过印度布地加园 修复修会 他做了两个佛学社的干部 非常的认真 然后平常他很不爱乎 应该是去年初吧 他自己去印度布地加园 那一刹那已经很不幸 他爸爸突然紧急病危了 结果新加坡 我所有的学生 会长 副会长 全部干部出动 到他家妈妈祝念 念读先行卫品 念阿弥陀佛 他的妈妈非常的感动 我亲自打了国际电话 因为我接过他妈妈 鼓闭他 他妈妈听到师父的声音 就放声大哭 师父啊 我说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对不对 你伤心是自然的 可是你的老公 已经九年这么痛苦 师父都知道细节 你应该欢喜 他终于解脱了 他说对对对对 师父 太谢谢你打了我接电话 我真的很感恩 然后这么多的学生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就全部呢 帮他祝念念经 而且办所有的后事 大家都没有拿一份的钱 就像当家人一样 可是呢 他本身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儿子一个在印度嘛 那当时呢 我告诉他不要回来 因为你在参加达网的灌点 还有你还参加达网的法会 你应该在那边发愿点的法会员嘛 其实他想订机票回来 也没有机票 我说你不用回来 你不用担心 那姐姐当然也敢回来帮忙 问题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的弟弟失踪了四年 到印度尼西亚 是生是死 他都不知道 是活着 他没有活着 他也不知道 有没有结婚 也不知道 可是这时候啊 他的妈妈真正的 就在他家拜过去 师父现在讲一些 绝对不会拿妄语的啊 因为他家的佛堂也是我设计 他就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啊 你带我老公去极乐庆祝啊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啊 心啊 舍不得 我有三个孩子 对 一个在印度 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啊 对不对 都没有见到他老爸一面 两个儿子 起码有一个儿子呢 你也让他回来吧 他就这样去 三天以后 朋友的朋友打电话给他 四年都不见 突然打了国际电话回来 妈妈听到放声道 他就说 我跟你讲话 第二天我就从印度尼西亚回来 回来呢 送他妈妈追悟一程 最后他才知道说 他的儿子呢 第二个儿子 在印度尼西亚 结了婚了 有一个娃娃了 他妈妈非常生气 你结婚都不告诉我 有一个女儿了 可是也离婚了 现在变单身了 这四年也吃了很多苦 但是他很孝顺 他说很惭愧 我没有孝顺爸爸妈妈 我最后一程来送爸爸 你知道吗 他们全家人 现在都念观世音菩萨 你看观世音菩萨 有十方无量无边的重生 每一个人都吹吹念 吹吹念 吹吹念在求他 观音菩萨 就像千江油水天江月 像镜子反射一样 你所有的祈求啊 他都可以听得到你的气情 所以你不要怀疑 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是要发愿 赌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而且是没有条件 没有报仇的 可是我是不是多说几句 在民间宗教里面 常常会说 哎呀我现在生病 要去拜观世音菩萨 希望观音菩萨 我身体好的时候 我来打个金牌来还愿 写下来 还愿是民间宗教的思想 佛教没有还愿的思想 你看你把这些金牌 挂了半天挂到里面 观音菩萨没有拿到 还没有 妙宫拿去 所以你有福报 但是你要不施做供养 你要有智慧 所以 愿一切众生 领悟得乐很重要 可是光这样 不是佛法 我再讲一遍 因为其他的宗教 也帮众生领悟得乐 举一个例子 Mother Tlesha 我最喜欢举一个 对不对 他是英国人 到印度去 同样天主家和上帝的来 最后他死的时候 全世界的文武百光 王公会 总共参加上帝 那他会升到天上去 我相信他一定到上帝的旁边去 但他不会成佛 他只会成为天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佛教徒 像Mahagande 对不对 印度啊 甘地也是很了不起 为了解决印度教 还有回教的冲突 让印度 从英国人的统治当中很独立 你知道他救了几千万人吗 对不对 当然这样的人 将来来天都会升天 走大饭天火 可是他不会成为佛教徒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菩提心 菩提心还有下一个条件 要帮助一切的众生学习国法 而就近成佛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 为各位看 用阿里山的日出 我们在台湾 阿里山日出 放假的时候 很多爸爸妈妈会带小孩 然后准备阿里山的日出 看 发菩提心 菩提心我们全家人 要去看阿里山日出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四五点的时候 大家赶快起来哦 啪啪啪啪 趕快准备好 天黑黑的 冷睡的蒙蒙 要看日出 然后等到呢 快要五点多少 阿里山日出 第一道光芒出现的 小朋友 啊哈 天空出来了 大家照相 录影开始来 你看 平常在看到同一个太阳 其实我们也没这么兴奋 可是全家人 就看日出的时候 当太阳出来 那一刹那之间呢 适日动身呢 会出现万丈的光滑 菩提心的功德就像这样 当一个人 《华严经初发心功德评》里面说 若有一个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在佛前合掌 发四五誓愿 众生五边誓愿度 这四五誓愿的功德啊 会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时光一切的诸佛 会放光照着你 因为你是有一个 菩提心的佛弟子 那这些问题来了 出了庙以后呢 那你们头上的光就没了 因为你嘴巴念一念了 你也不一定去实践 所以当你透过身口意发愿 不论在家出家 当一个善知识出现 或伟大的上师 或仁波界的出世的时候 他就像菩提心一样 去日动身的那样 直接间接 看得到看不到 他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看 就像这样 最庄的 这像是台湾的阿里山的云海 有一点像普贤 俄眉山的云海一般 非常的庄的 所以就以大乘佛法来说 像佛光山 幸运大师 对不对 一个大师出现呢 全球有这么多的佛光学会 不管我们是不是佛光人 我们都会一起赞叹 告诉各位 事实上师父的姑姑 就是在佛光山出家的 我也非常赞叹 幸运大师的愿心 她的功德力 你不要总是去批评别人 你来做的话 你也做不到这样 第二个另外 我要公开赞叹 慈祭功德会 正言善 正言善 其实正言法师 很多人也是外观心佛萨 而参加慈祭 然后进入佛法 所以一个善知识出现的时候 就像旭日东升的太阳 我们在黑暗当中 我们会走向光明 因为光明会引导我们 离开黑暗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 夕阳西下的时候 犹如落日一般 对不对 你看下一章 夕阳西下的时候 也是很美啊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最后再看 夕阳西下的时候 那幻障的光芒 连那个水跟鸟 水鸟都会得到利益的 所以一个善知识 或一个道菩萨出世的时候 就是一个伟大的上师 或仁波切 群绝无法的时候 他利益的众生 往道边是你看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 看不到虚空有多广大 我们不会有事 每次讲太多看看 虚空到底有多大 你德国边境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你还是看不到 虚空有多广大的 所以菩提心的功德就是这样 好 那我再讲一遍 菩提心很重要 什么叫发菩提心 不是只有心好就好而已 你要发心度一切的众生 尼苦得乐 其他宗教也有 好 然后呢 但是你还要发愿 教他佛法 度一切的众生和存佛 这就是真正 两个具处都菩提心 你有这样的菩提心 你真正念佛 你一生到十生 你也会去极乐世界 而不是嘴巴随便这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讲假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样三段心念 那只是解铁缘德而已 真正是要生起菩提心 而一念到十念 都会相应